再過三天 台湾的確診數字就不準了 因為超過PCR的量 所以我們會進入黑暗時期 就看不清 就完全沒有辦法 就測不準了 所以這才是最大的危機 恐怕最後階段是退守醫院 就是退守醫院 連疫苗也不做了 用黑暗期來形容篩檢量 可能無法跟上染疫人數 不過疫情持續升溫 北市也出現防疫亂象 議員監督要求柯市長 把防疫政策做到位 靜穎醫師在線上 來靜穎我請教 你有沒有看到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現在好像自詩為台灣神童 對於有人講說 你好像是這個印度神童 叫做阿南德 有人說他是阿南哲 講到柯文哲的部分 他好像還蠻洋洋得意的 可是我們要講一件事情 你是台北市長 你是地方的防疫的指揮官 可是為什麼他頻頻的 對於這個篩檢量能 可能會到什麼確診數 黑數又是5倍等等 這些東西有那麼多的評論 你怎麼樣來看 他有這麼多評論 那他打算怎麼做 這才是重點 他很愛說他是外科醫師 或者是急診室的醫師 所以你當一個外科或急診室醫師 你跟病人說 你這個下禮拜啊 病情就會惡化 會非常嚴重 然後你不是要來趕來醫嗎 你很得意嗎 你很得意嗎 你覺得很開心嗎 你是一個市長 我不論你是用 他今天講說接下來防疫要憑感覺 憑直覺 這件事情就很很奇怪 因為那這樣的話 那你根本表示你從頭到尾 你就是根本就是胡亂 隨你自己高興 隨你自己做 你整個防疫來講 像整個中心過去這兩年多來 什麼時候要比較開放 什麼時候要比較鬆綁 什麼時候比較嚴格 為什麼隔離三天或四天 為什麼這幾天 都是用科學數字嗎 以科學數字來看 現在最應該要做什麼樣的政策在刀口上 不敢說絕對都對 但是至少是有原因有根據 那柯市長你自己是一個市長 你可以講出各式各樣的危言聳聽的話 可是你的市長的責任是來嚇市民嗎 沒有錯啦 去年5月份到7月份 全台的疫情那麼嚴重的時候 台北市的疫情是怎麼壓下來的 就是一個不作為的市長嚇市民 嚇到市民不敢出門嘛 嚇到大家不敢出門 自動三級自動四級 所以疫情才控制下來的嘛 那今年他還是要用一樣的做法嗎 我其實這樣講 就是像前一段時間有人提到說 為什麼不同的縣市 像我自己在台中 PCR的速度會比較快 而且我不太需要等 我那天去 我周邊跟我一起等的民眾 大概不到10個 那這個狀況 台北的人就沒有辦法理解 我真的有看到其他節目在罵你 他們在講說 憑什麼林靜宇可以這樣子隨到隨塞 因為我在台中啊 你要逼我稱讚盧秀燕就對了 我也是可以稱讚一下盧市 我也是可以稱讚盧市長 我稱讚一下我們的衛生局局長 台中開了十幾個篩檢站 台中的陽性卷診率不到10% 疫情最多的是雙北 可是台北市的部分 他的篩檢站其實開的蠻少的 台北只開 最開始台北只開七個篩檢站 全部都是柯文哲 唯一叫得動的聯誼系統 所以把聯誼系統超翻 去年一樣啊 去年打疫苗的時候 也是指教聯誼系統做 這個所謂的第一線的防守醫院 跟打疫苗的醫院 後來大家受不了那時候我跟林毅然醫師也在節目上也聊過嘛 後來是很多的診所去抱怨去要求說你讓我們診所來幫忙打疫苗 幫忙做防疫 多了很久才把這個政策開下來 所以其他的縣市我們去看高雄市一直以來高雄市的確診率沒有那麼高 高雄市開了二十幾個篩檢站 二十幾個篩檢站 你當然能夠適當的疏解 需要PCR的這些病患 台北市開了七個 到昨天才說他做了一個車來速 我們不用太多 柯市長你就至少增加三倍 你難道沒有辦法疏解嗎 所以我也知道我很多急診的朋友 他們在台北市的時候真的是抱怨連連 就是真的急診被塞爆 需要等需要就醫的病人也很痛苦 但是我們一直強調說 縣市衛生局如果你不開出篩檢站 你不疏解掉那些需要PCR的人數 所有的人塞在急診 你當然就妨礙了你需要就醫的病人 但是這件事情指揮中心他能不斷的宣示 請大家多開篩檢 問題是你台北市政府不願意塞 台北市的衛生局 我們到現在為止 我甚至懷疑台北市的衛生局局長 到底還有沒有在位子上 因為你幾乎不知道衛生局局長 他的考量是什麼 他的作為是什麼 還是說柯市長沒有找Ban來跟你講 你就什麼事都不敢做 拜託請那個Ban好不好 拜託那個Ban 你可不可以來跟台北市的衛生局說 請他們多開篩檢站 那柯市長今天又講了 接下來母親節奏會很恐怖很嚴重 他一樣是用恐嚇式的防疫法 那我還是認為說 其實中南部我看到的 大家都照常生活 只有一些比較 比較暫時沒有急迫的聚會 是有暫時取消 但是大家都覺得 我們與病毒共存的這個路上 你讓他平緩的共存 那台北市他 我真的只能覺得說這個市長真的 不要講說能力不好啦 他已經是邪惡了 他用恐嚇的方式來掩蓋他的無能 他用 他用幸災樂禍的那種語氣來說 我告訴你會很嚴重 完全就是幸災樂禍 你把你的市民 你把你的甚至你手頭上的 這些醫療人員的痛苦 跟病人的生命 全部只看在你的政治的操作上面 真的非常惡劣跟邪惡 我們謝謝建議接受我們的視訊連線 來 柏惟我請教 因為剛剛靜穎有提到的是 高雄都可以開20幾個篩檢站 而且他們其中也有非常多的 如果場地比較大的 他們也可以用車來速 台北已經慢了 但是台北他的確診人數是蠻多的 你怎麼樣看柯文哲的防疫法 阿南德 阿北哲 問題出在於 你其實是有權力去做事的人 阿南德他在講一大堆 有的沒有的 被人家發現說 他的身家背景也是假的 後面還有團隊在幫他操作 據此收入數百萬美金 今天有一個議員質詢說 有人說你是阿南德 你不覺得你是預言家嗎 他私底下沒講的是 人家說你是騙子 柯文哲沒有聽出來 那個議員在笑他 問題是 我們曾幾何時需要一個市長去做預言家 他是有權的 有機器 有人 有兵草馬糧都在你手上 你可以做一個最好的示範 你自己就是首都的市長了 地最小 人最多 資源最廣 你該做的事情把它做一做 今天換你嘴其他的地方 林靜宜還要排隊 急診第幾個才能進去 你就說我們這個 都view一下就過去了 車來速比麥當勞取餐還快 很棒嘛 幫你給你個大拇指讚 你是市長 你不是評論家 跟剛剛那一個題目有關係 我自己當立委的過程 我發現一件事情 會成的 不會吵的 請問各位 你們還有記得 我在那邊吵護照 一定要換不換的話 我要跟執政黨吵架嗎 你們完全沒有看到 護照吵架的過程 護照就換好了 你們還記得 口罩國家隊當成立的時候 根本沒有人在跟你講什麼 裡面要有什麼 要有怎麼樣的布 要怎麼樣的製程 要什麼樣的機器 都沒有 突然有一天口罩 台灣大家都買得到了 當時吵是吵什麼 怎麼不買中國的口罩 怎麼不送其他的國家 怎麼樣 有的沒有的 後來疫苗 怎麼不用中國的疫苗 不用中國的快篩 某個特定政黨 一直在做這件事 所以 明明大家都是內行人 我們就不要說外行話 今天包含柯文哲 包含剛剛的快篩試劑 不管是高登或什麼 他們就是為了 不要讓這件事情 乘來吵的 他就是不希望疫情好 他們 柯文哲的發言的立場就是 你好了 我至少可以嘴你一下 我至少有一群人 讓我 懷疑台灣的防疫環境 懷疑台灣的醫療專業 懷疑陳時中的領導能力 懷疑民進黨的施政 這個成果 他只要能夠造成 這樣的效果 他就好了 他忘了 他是可以自己 用動手去做事情 或許罷了 太過了 太過了 不見了 不見了